兩名男子馬路上演雷台賽 背著斜背包男子 把三角追的塑膠連桿當武器 沒想到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一把長約150公分 立即伸縮感直接拿出來對峙 見別人的武器比刺激長 男子立刻轉頭拔腿狂逃 兩個人就這樣在馬路上 你追我跑 我聽到的是他剛好過來 我看到警察 然後他就說 他們從他們店裡後面這樣打過去 兩個人各拿武器 追逐約150公尺後 警方也緊急到場 事發就位在新北市新店區 這間卡拉OK小吃攤販 當時兩個人互不認識 來店裡消費 卻因為多管閒事爆發 尸體衝突 晚上10點多 35歲的陳姓男子 帶著10歲的兒子 與朋友相聚吃飯唱歌 不滿被別捉的 52歲陳姓男子責罵 這麼晚了還帶小孩子出門 切得上前理論 兩個人爆發口角之後 還各自在店門口外 找武器比划 甚至在街上互毆追逐 過程中塑膠管斷裂 打到路過命中頭部 多晚閒事唠叨幾句 卻演變肢體衝突 兩個大人當街追逐互毆 恐怕才是對小孩子最壞示範 TVBS新聞 告知有網路上新北採訪報導